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每日遺物 那今天每日遺物有多種的套書 其中一本套書總共有六本 那是哪六本呢 我們繼續看一下 總共有解開恐龍之謎 還有探索地球奧秘 以及揭開鳥類的秘密 還有走訪恐龍博物館 還有什麼呢 還有認識有毒動物 最後一本是尋找歷史的痕跡 那我們繼續來跟大家介紹裡面的內容吧 開恐龍之謎 那我們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跟你介紹恐龍的崛起 像是山葉蟲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節肢動物 還有跟你說世界各地發現恐龍化石的地方 後面還有可以讓小朋友去著色 那我們六本套書呢 都是用漫畫的方式 讓小朋友去了解當中的知識喔 很多很多的知識都會融入在裡面 那礦石也可以製成日用品 例如說是鉛筆、粉筆、電磁等等 加漫畫知識容易生活中 會比較讓孩童容易去吸收 像是日本的富士山寺 日本的精神象徵 也是日本的第一高峰喔 還有精美的圖片 那看這邊有說到說 海洋跟陸地的面積哪一個比較大 那就有小朋友回答海洋 你怎麼知道呢 那其實呢 海洋跟陸地的面積比約7比3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鳥類的秘密喔 那看一下牠的目錄 像是鳥的祖先是始祖鳥 那牠會飛嗎 有什麼特徵 那還有很多台灣的野生鳥類喔 恐龍的博物館 介紹很多恐龍的歷史 牠是什麼動物呢 還有牠的身體構造 那像是大家常見的豹龍、雷龍、情龍、劍龍、甲龍 牠是什麼樣子的恐龍呢 還有有毒的動物 牠會跟你介紹很多不一樣的有毒的動物喔 像是蜥蜴、毒蛙、蝎子等等 那歷史的痕跡 那裡面有介紹像是埃及的金字塔啦 中國的萬里長城 還有復活島的巨石像喔 可以讓小朋友去了解牠的歷史 還有牠的地理位置喔 這次很行動呢 那行動部馬上行動了 而且現在購買這套六本的套書 還有送這一個組合型的玩具喔 它是三合一的機動車 那裡面呢 有零件像是這個樣子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組合方式 可以讓小朋友去嘗試喔 謝謝大家 掰掰